作法令其国际形象受损 这让美国县政府曾经宣称的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沦为空谈 想情况 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刘云 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进入2021年 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 依然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 1月7号 美国单日新增死亡病例 首次超过4000例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 1月份的第一周 美国死亡病例就达到近2万例 在疫情最重的加利福尼亚州 由于确诊患者太多 加上其他疾病患者 医疗资源紧张的态势 迟迟得不到缓解 南加州一家医院的一名急救人员 无奈地说 有脖子受伤的 有受伤流血的 有胃疼的 还有新冠肺炎患者 在大街上排着队等着 太糟了 此外 当地急救使用的氧气等物资 也处于紧缺状态 另一名急救人员 这样描述那里的情形 一根氧气管 一个连接器 两个病人就这么同时 使用一套设备 但随着死亡人数的飙升 宾夕法尼亚州 康涅迪格州 德克萨斯州等地 在7号还先后检测出了 变异新冠病毒 又为疫情控制增加了不确定性 美国国家过敏症 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 福奇8号表示 美国的疫情形势 1月会继续恶化 明尼苏大大学传染病研究 与政策中心主任 迈克尔·奥斯特霍姆 在接受采访时 也给出了同样的观点 疫情只会越来越严重 局面好转前 情况将持续恶化 疫情形势持续严峻的背景下 美国长期存在的 由枪支暴力带来的 社会治安问题依然凸显 当地时间8号早间 密歇根州底特律市 发生一起恶性枪支暴力案件 导致三人死亡 此外 佛罗里达州 纽约州 加利福尼亚州 华盛顿特区 和康涅迪格州等多地 当天也都发生了枪支暴力案件 造成至少6人死亡 8人受伤 而根据美国枪支暴力 大案网数据 本月1号至8号 枪支暴力就已经导致 美国844人死亡 664人受伤 此外 严重的种族主义问题 也依然加剧着 美国社会的动荡 美国执法人员 对几天前发生的 引发全世界华人的 美国国会遭暴力冲击事件 的处理方式 再一次折射出 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 种族主义问题 美国媒体报道称 2020年发生黑人的命 也是面抗议活动时 美国执法部门 在全美数十个城市 部署了大量 全副武装的执法人员 他们对和平的抗议者 使用催炼瓦斯 橡皮子弹 并与这些抗议者 进行直接肢体冲突 超过14000名抗议者 遭到警方逮捕 而反观此次 美国国会遭暴力冲击一事 以白人为主的抗议者 携带武器 暴力冲击国会大厦 打碎国会玻璃 破坏国会内部设施 还在国会内安置炸弹 尽管如此 警方也只是将 这些抗议者 安全护送出国会大厦 仅仅有数十人被逮捕 其中很多人连手铐都没戴 这与去年的黑人的命 也是命抗议活动 形成了鲜明对比 正如佐治亚州居民 韦德伯恩所说 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 与在华盛顿发生的这些事 形成了鲜明对比 有色人种 黑人 即便他们只是朝着国会 走过去 都会有全副武装的 国民警卫队等着他们 但是当白人抗议者 企图闯入国会 执法人员 甚至会为这些人开门 我感觉执法人员 认为我们这些 为不公平而抗议的 有色人种 比那些白人 对国会的威胁要大得多 在1061大学 历史学副教授布里兰看来 这是美国白人至上主义的 深刻体现 去年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者 他们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 反对警察暴力 现在在国会发生的事 是白人至上主义行为 是国内恐怖主义 而我们发现 警方对他们是有差别对待的 这凸显了执法制度 对于白人至上主义的维护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研究员郭献刚分析认为 美国国会遭冲击事件背后 反映了美国社会深度撕裂 两极分化严重 我个人认为是与当下 美国社会资历严重 矛盾加急 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知道这个 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它的经济下滑 中产阶级占的比重 在人口中 降到了50%以下 那就意味着 美国它的社会基础 遭到了削弱 因为过去美国是一个 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 它各种矛盾 它可以通过体制来进行调节 那么但是由于中产阶级 降为50%以下 就意味着穷人的人数上升 美国的这个 贫富悬殊拉打 两极分化 现象非常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的这个社会矛盾 就凸显出来 反映在美国两党的 这个对峙上 就显得特别的尖锐 这种严重的程度 导致了郭慧山被攻击的 这样的一个现象 此外呢 还与当下 美国的这个疫情严重 也有密切的关系 疫情严重 指责本来就经历状况不好的 一些穷人 他们的净率就更加的悲惨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社会如何解决疫情问题 如何解决贫复 悬殊的问题 这大概是今后美国政府 所必须面对的 否则的话 类似攻破国会上这样的凸显矛盾的事件 还会再度发生 美国外交政策发表文章说 6号发生的国会遭暴力冲击事件 必将损害美国的全球形象 但事实上 美国政府近年来大搞单边主义 破坏多边合作 肆意毁约退群 动辄制裁和威胁的做法 早已令其国际形象崩塌 遭到国际社会孤立 目前来看 美国县政府曾宣称的 让美国再次伟大 已经沦为空谈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郭显刚认为 这与其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息息相关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一个口号 要振兴美国 但是我们看 它这个目标 根本就没有实现 反而是使得美国 在国际上的形象受损 美国的影响力下降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由于说采取的政策 没有奏效 反而是产生了副作用 比如说 它对其他国家 征收高的关税 来压其他国家 购买美国的更多的产品 打贸易战 实际上两败俱伤 美国也没占到便宜 此外呢 它压它的盟国 提高军费开支 美国少出减 使得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关系 也出现了巨大的裂痕 使得很多盟友 对美国怨声载道 它在处理疫情方面 也是采取了一种淡化疫情 这个用政治来干扰疫情 这样的一种方式 使得美国的疫情 越演越烈 所以呢 它的这一套做法呢 离这个美国再次委员的目标 越来越远 它的这句口号 现在也成了一个笑话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刘允 综合报道 全球抗疫进行时 来关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消息 根据世卫组织实施统计数据 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月9号15时52分 北京时间1月9号22时52分 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达到8758万9206例 累计死亡病例190万6606例 9号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79万9712例 死亡病例新增15454例 单日新增死亡病例数达到疫情爆发以来最高记录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实时统计数据 截止到北京时间10号9021分 美国的累计确诊病例为2209万9794例 死亡病例增至37万2152例 美国现在依然是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恶化态势不减 各项疫情数据不断出现了新高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首席医师 安尼什·马哈詹博士 9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洛杉矶地区的重症监护室已经超负荷运转 而由于假期出行引起的新冠肺炎病例激增的高峰 还没有到来 加州急诊科医生基尼表示 最令人担忧的情况不是源源不断的新冠肺炎患者 而是所有的医疗资源都被新冠肺炎患者占用 他们已经没有多余的人手去处理其他的急诊患者了 现在的情况是医院里全是新冠肺炎患者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处理其他病症了 这是我们所担心的 我们已经被新冠肺炎患者压得喘不过气了 所有病床都被站满了 所有医护人员都在照顾新冠肺炎患者 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默9号宣布 该州新增三例新冠变种病毒病例 他表示其中两个病例与此前在纽约撒拉托加县 发现的该州第一例病例有关联 另外几病例来自拿索县为当地一名64岁的男性 此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方面近日称 美国本土传播的新冠病毒可能也有变异 并且已经在传播 但美国疾控中心则称 目前没有证据显示美国出现本土的变异新冠病毒 在盲目光投向欧洲 近日最早由英国发现的新冠病毒病种 新冠病毒的变种已经扩散到了欧洲22个国家 由于疫情形势严峻 欧洲多国延长限制举措 并加快推进疫苗的接种 我们来听总台主瑞士记者一新发来的报道 最近几天 欧洲主要国家中 英国和德国的每日新增病例数 都创始了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 西班牙 意大利和法国的新增病例数 也保持在高位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负责人 汉斯·克鲁格7号表示 目前欧洲区已有22个国家 报告发现了此前在英国 首先发现的新冠病毒新变体 而且专家认为 这种具有更强传染性的新变体 将逐渐取代目前流行的病毒谱系 肆虐整个欧洲 面对紧迫的疫情形势 英国 德国 法国等多国 都宣布延长此前执行的防疫限制措施 还有更多的欧洲国家也在陆续加入 最新一个国家是匈牙利 匈牙利8号宣布 延长自去年11月11号起开始实施的 新冠疫情防控措施是2月1号 同时 欧洲各国也把疫苗接种 作为遏制疫情扩散的最有力武器 欧盟已经批准了辉瑞和莫德纳两种疫苗上市 而阿斯利康公司也计划于下周申请欧盟的紧急使用授权 法国 德国 瑞士等一些国家 还在国内启动了疫苗接种宣传 法国政府总理卡斯泰宣布 将采取简化接种程序等措施 加快疫苗接种 同时 法国最新民调显示 法国民众接种疫苗的意愿也有所上升 56%的法国民众表示 愿意接种新冠疫苗 比去年12月初进行的上一次调查 上升了11个百分点 在此前发现新冠病毒变种的英国 新冠疫情持续加重 截至9号 英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00万例 累计死亡病例超过8万例 过去24小时内 英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近6万例 我们来听总台驻英国记者康新东的报道 英格兰4号采取了新的严格封锁措施 新措施与去年3月实行的禁足令类似 人们需要呆在家里 只有购买必需品等才可以出门 苏格兰威尔士和北阿尔兰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为英国政府紧急情况科学咨询小组提供建议的 罗伯特·韦斯特教授9号表示 变异新冠病毒的传染力 比去年3月时的新冠病毒传染力高出约50% 要遏制病毒传播 还需采取更加严格的封锁措施 9号 94岁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班二世 和其99岁的丈夫菲利普亲王 在温莎城堡接种了新冠疫苗 目前 英国已经为约150万人接种了新冠疫苗 英国首相约哈逊表示 政府的目标是在2月中旬时为1500万人接种疫苗 由于新冠肺炎病例持续增加 医院不堪重负 伦敦市长萨迪克汉8号宣布伦敦进入重大事件应急状态 9号下午 大约30人在伦敦南部举行反封锁抗议活动 其中12人因违反防疫规定被警方逮捕 德国方面虽然已经实施了数周严格的封锁令 但德国的疫情仍然未见明显的好转 截至当地时间9号 德国已经连续4天单日死亡病例数突破了千人大关 对此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每周六的例行视频博客当中 再次敦促民众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健康谨慎行事 称未来几周将是应对新冠疫情极其困难的时期 我们来听总台著德国记者阮家文的报道 默克尔指出 德国的疫情形势持续严峻 医疗系统正濒临负荷极限 与此同时 病毒变异的速度和风险也不容小觑 接下来的几周 无疑是应对新冠疫情最为困难的阶段 目前疫情严重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始终上万 医护人员已经不堪重负 而变异病毒的传播 更是加重了人们的担忧 根据德国联邦疾控机构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数据 截至当地时间1月9日零点 德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 189万1581例 较前一日新增确诊24,694例 累计死亡39,878例 较前一日新增1083例 默克尔强调 我们必须再次回到夏末秋初 防疫形势仍持续可控的时候 即卫生当局能够完全追溯 每一例新增感染病例的源头 有效阻断感染链 及时防止疫情出现进一步扩散 默克尔表示 这也是为什么明知减少社交接触 对民众来说异常艰难和痛苦 德国依旧决定延长去年12月开始实施的 全境硬性封锁令至1月31日 并且收紧了其中的部分限制规定 眼下我们越是团结 就越早能够让防疫形势重新可控 生活被迫受到严格限制的时间就越短 只要每个人都能够继续保持足够的耐心 就有希望早日迎来疫情的缓和 另外默克尔认为 全国范围内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的启动 对遏制疫情扩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他承诺 德国将进一步提高疫苗接种的速度 让更多有意愿参与的民众能够获得注射 再来看意大利 根据最新疫情监测报告 意大利疫情呈现反弹迹象 为此意大利政府准备出台更加严格的管控措施 避免出现第三波疫情 另外在经历了开始阶段的延迟之后 该国的疫苗接种开始提速 下面我们来连线总台 驻意大利记者殷辛 殷辛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意大利的疫情 根据意大利高等卫生研究院 8号公布的每周疫情报告 全国有效传染指数 在相隔6个星期之后 再次升到1以上 所有20个大区中 有12个疫情风险等级较高 13个大区 住院新冠肺炎病例数量 处于警戒水平之上 这说明在意大利疫情正在恶化 为了避免出现第三波疫情 有必要加强防控 为此 意大利卫生部长斯佩兰加8号签署条令 自10号起至15号 伦巴蒂 卡拉布里亚等5个大区 实行橙色区域管控 采取禁止酒吧餐馆营业 高中继续线上教学 禁止跨市镇人员流动等措施 据悉 11号 意大利政府将同各大区政府 共同研究制定 从16号开始实施的新防控法令 据安杀社报道 在维持目前的分级分区管控模式 和各项规定之外 政府还将增加新的限制性措施 例如在感染率超过 每10万人250例的情况下 该地将自动成为 最高等级的疫情红色区域 目前唯一超过这个标准的是 威尼斯所在的威尼托大区 另外 意大利现行卫生紧急状态 即将于本月31号到期 鉴于目前的疫情 政府打算再次延长 意大利卫生部长斯佩兰扎8号表示 在未来的几个月里 还要通过正确的防护手段 和管控措施来战胜病毒 主持人 那么之前有报道称 意大利的疫苗接种进展缓慢 目前这个情况有何缓解吗 意大利是在去年12月31号 开始大规模接种新冠疫苗的 但在最初的几天里 接种进展比较缓慢 截至2号 全国接种的数量 只占收到疫苗数量的十分之一 随着新年假期的结束 年日来意大利的疫苗接种明显提速 目前意大利已获得 共90多万剂疫苗 截至9号下午 全国已接种51万2000多人 接种疫苗数量 占所分配数量的比例 最低的大区也在30%以上 最高的则有75% 此外截至8号 意大利疫苗接种人数 和接种人数占总人口比例 在欧洲均排名第二 意大利卫生部长斯佩兰扎表示 现在接种的速度很快 各个大区都在全力展开工作 11号起 意大利将开始注射莫德纳疫苗 接种疫苗非常重要 是能够真正结束疫情的办法 主持人 好的殷心 最后来看一下亚洲 截至9号 日本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超过7000例 死亡病例也已经超过了4000例 除以进入紧急状态的首都圈之外 因当地疫情也非常严重 大阪府京都府和兵库县 9号请求日本政府宣布 三例也进入紧急状态 我们来听总台出日本记者周莉的报道 据日本放松协会统计 截至当地时间9号晚9点 日本全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7781例 连续三天超过7000例 仅东京一地 单日新增就达2268例 连续三天超过2000例 时奈川县新增999例 创单日新增最高纪录 大阪府新增647例 创疫情爆发以来 单日新增第二高纪录 各地新增病例居高不下 同时近期死亡病例激增 截至9号 累计死亡超过4000例 仅在半个多月时间 接着 感谢观看